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收前后请记得清洁双手 另外可自备签字笔或以印章签收降低碰触的几率 居家隔离或检疫者如有包裹 请主动告知邮差或快递人员切勿亲自签收 隔离检疫期满后再行领取或委由亲友前往带领 请大家一起玩备防疫网络 迈向防疫新生活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亲民扫墓季节将至金融市政府方面宣布 从三月二十后起将有八天 在南荣公墓提供茶水 提水袋等为民服务措施 其中三月二十及二十一号两天 将不进行交通管制及提供接驳车服务 希望借此分散扫墓人潮 做好防疫工作 每到亲民期间 金融市南荣公墓总会涌入大批扫墓人潮 金融市政府方面宣布 今年从三月二十号起将规划八天 在墓区提供便民服务措施 不过为了配合防疫分散扫墓人潮 三月二十号及三月二十一号两天 将不进行交通管制 墓区也没有提供接驳车服务 为了防疫的需要 还有方便避开扫墓的人流 从此也方便民众前往去扫墓 所以今年三月二十二一 不实施交通管制 同时也没有提供接驳车 提供接驳车跟管制 是从三月二七二八 从四月二号到四月五号 才会实施交通管制 同样为了防疫考量避免群聚 三月二十五号举办的春季大典 也不计发通知书 该以公告方式办理 当天也会进行交管 及提供往返纳谷塔的接驳车服务 今年的圣中追缘春季大典 我们预计是定在三月二十五号 礼拜四上午九点半 在南农公墓的纳谷塔举行 当天我们会提供 从南农公墓口 到那个纳谷塔的一个接驳车 同时也会实施管制 可是今年因为防疫的关系 那殡葬所就不会再个别 寄通知给一个家属 是采取那个网络公告 那个防疫的 那个祭拜的一个资讯 请市民要提醒 市民要注意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再次呼吁 扫募民众佩戴口罩进入牧区 并遵守量测体温及手部消毒等相关防疫措施 健康安全地完成 胜中追缘的大事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经过多年筹备 金融市政府为在新北市金山区的 金包里文教中心BOT案 正式公告招商了 将近有一公顷的面积 计划可以新建容纳200人的会议室 及至少8时间的住宿房间 预估投资金额达50亿元 而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有永泉 加上邻近金山老街 具有发展投资的潜力 热气四散的永泉不断冒出 这次位于新北市金山区 面积将近一公顷的土地 属于金融市政府所有 金融市政府方面计划开发为 金包里文教中心 并以BOT方式办理招商 要求投资人规划 新建肯荣纳200人的会议厅 分组培训空间及80个住宿房间 金包里整个的开发案 我们的一个开发面积是0.97公顷 可是另外这个厂商 他还要开辟0.26公顷的一个公园用地 跟广场兼停车场用地 那回馈给新北市政府 在金包里这个BOT案 我们设计一个 他至少需要一间 可以供200人以上开会的一个会议室 那另外还要提供就是说 一些分组讨论的空间 就是这200个人可以在这边分组 做讨论使用的一个培训空间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案子也要求说 因应这个会议室跟培训空间 我们要求厂商要提供 80间以上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房间 对那这是整案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构想 正式营运后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要求业者 对于金融市民提供优惠费率 未来如果有泡汤等休闲设施 对65岁以上的长者也需提供优惠 针对金融市民 在使用这个会议室跟培训空间 还有它的一个住宿空间 我们希望厂商可以对金融市民 提出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 费率的一个方案 那另外因为这个县地 它有一个就是自然露出的一个泳泉 那假设未来厂商对这个泳泉 有一些规划利用的话 那我们希望说它对我们金融市 65岁以上的长者 也可以提出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方案 整个BOT案投资金额预估达5亿以上 契约合计50年 金融市政府将在3月18号举办招商说明会 由于这项开发案临近金山老街 交通便利地理环境家 发展潜力大 虽然在疫情期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金融市政府方面表示 如果顺利招商 预估3到5年就可以完工正式营运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金融市政府推动城市绿化 配合每年的植树节 鼓励民众多植栽 今年产发处免费提供了3000株的苗木 民众只要凭发票 就可以前往七堵苗圃 免费兑换三株苗木 而这项活动去年获得热烈响应 想要自己动手执灾 别错过难得的机会 苗圃工作人员 歪下腰忙着修剪素苗 放隐望去 七堵苗圃的素苗相当的茂盛 有风香 紫薇 色樱花 清风 几红蛋笔等18种苗木 樱花 樱花跟桂花也不错 桂花也有很多人理 杜鹃 杜鹃也很多 山樱花枝叶茂盛 桂花有甘甘的香味 每年植树月发放素苗活动 民众索取踊跃 像是适合生长在海边的 荷叶石斑木 今年也首次免费发给民众 一般回去 如果领回去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它 先把盆子稍微把它搓一搓 让它松土一点 然后再整个拉起来 然后再种到 一般是种到地上 或者是盆栽里面 如果是容器里面的话 我们是建议 就是要大一点的容器 它的生长才会更漂亮 今年植树月活动 深恩福产发处 准备了3000株的树苗 民众只要准备三张发票 就可以兑换一株苗木 每人先领三株 让民众不用花钱 就可以回家自己栽种 今年市民只要迟 今年1、2、3月开出的发票 三张就可以兑换一株树苗 那每个人最多可以兑换 三株的树苗 3月12号开始 在七堵苗埔 就来做这样发放的活动 那所以说希望民众 能够把握时间 踊跃来索取 我们七堵苗埔 它栽种的这个苗木 都很棒 每一年 我大概联系一下七八年 都有来拿 大概一百多株 到底里面那个空地 或者是说 全人种的 有一些可能孤食了 然后再补上去 春天是种植苗木的高峰期 深福每年都会开放苗木免费领取 这两年遇上了疫情 民众不想出门 不妨在家里种种花 调剂身心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列委菜市应与台湾数位创新协会 共同支持台湾凤梨 透过蔬菜工会 果菜市场管委会等单位协助 购买台湾凤梨 来捐赠给基隆家福中心的 800个弱势家庭 不但帮助台湾农民 也帮助弱势 好 来 开始 好 开始 这怎么吃啊 来 这怎么吃啊 这边吃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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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吃 这都吃得很快 我们都吃得很快 都吃得很快 厉害厉害厉害 买凤梨 请农民 做凤梨 凤梨在 列委菜市应 市议员张之豪 陈宜 张炳君 张浩瀚等代表 在基隆市果菜市场召开记者会 包括了蔬菜工会 清果工会 果菜市场管委会代表 跟台湾数位创新协会等 多位企业主献身力挺 共同来认购800箱的凤梨 捐赠给基隆家福中心 在这一次来讲的话 帮助我们基隆市800户 小朋友的凤梨 让他们能够品尝到 我们台湾高品质的凤梨 非常谢谢 我们蔡市应委员 还有副总经理 谢谢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没有农业就没有我们股菜市场 所以农民对我们是很需要的 真的切身 我们是扑不开了一个构体 所以谢谢委员 一向都支持我们股菜市场的大小问题 他都很关心 所以他今天说什么 我们是跟到底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二月底的时候 中国片面宣布 台湾输出到中国的凤梨 因为有所谓借壳虫的关系 所以停止漱口 那这段期间对于台湾的凤梨 当然产生很大的 崩潇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非常感谢台湾电商协会 平台的好朋友 大家募集跟家福中心这边 就是捐给家福中心 弱势的团体八百香的凤梨 那这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也中间就是透过 我们基隆市的国菜市场工会 向农民来采购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捐赠仪式 那事情也非常出席 那我还有很多位议员都出席 也非常感谢电商平台协会 他们的大力支持 那我也这也是表示 那我也当然就自证给我们的 家福中心的好朋友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享受到 台湾最优质的凤梨 那我想今天这样的活动 当然只是个抛砖引玉而已 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在这段期间里面 大家来支持挺凤梨 吃凤梨的运动 那事实上除了我们国产的 需求增加之外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也来 其实我们的出口 在凤梨的部分 也传出了好消息 尤其在日本啊 欧美啊等等 其多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增加 对台湾的凤梨采购量 而国菜市场主委陈振程 也提醒大家 台湾凤梨的盛产季节 大约3月到5月 甜度相当的不错 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来支持 台湾的农业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基隆市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如何妥善照顾失能或失智的长者 又能兼顾上班和家庭生活呢 社会处建议可以将长辈 送到日间照顾中心 在照顾服务人员协助下 大家和养健康 失能以及失智长者们 一起玩桌游或是上年土课 活化脑力 眼力和激励 白天八个小时 日照中心都会安排长者们 上不同的课程 就像上幼儿园或是小学一样 让原本整天都得照顾的家人 可以安心放心 同时获得适当的喘息和休息 到这边来以后他进步很多 不然在家里的话就是他跟我 小孩子都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到这边就好像大家庭 这样很好 谢谢 对你自己来照顾来讲 你会觉得自己也会比较轻松许多吗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只照顾晚上就好了 白天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样可以给我喘息的时间 以为在仁爱区流民传入 这间新开办的日照中心来说 除了有宽敞 宁静舒适的空间 以及各种专业课程和服务人员之外 让民众把家中长者 送到这里来上学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里的餐点 很好吃 很营养 而且很适合老人家吃 我六个小孩吃 还吃营养 这个糖果肉的 这都是氨基酸 没有 我们家没有这么多行李 由于负责人本身就是营养师 也是目前全台唯一一家 由营养师开设的日照中心 每天该用什么样的食材 煮出该富含的营养素 以及食物软硬度的餐点 都经过精心调配计算 以及对厨房主厨的要求 做出色香味俱全 又能够适合长者们吃的需求 引起长者们吃东西的欲望 大幅改善长者们 因为已经退化的牙齿 或是口腔功能咬合 或是咀嚼功能不好 只想直接吞咽食物 造成消化不良 或是不想吃东西的情况 避免引发其他疾病 它可能是咬不动 那就直接打成泥浆状 但其实泥浆状的话 对于他们的吞咽功能的一个状况 反而是会退化的 因为他没有去了解到 是为什么会让进食量减少 有可能是他的牙齿问题 或者是牙周病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的吞咽肌群的一个流失 导致他吞咽出现障碍 是否这个吞咽肌群是需要训练的 如何妥善照顾 失能或失智的长者 又能够兼顾上班和家庭生活呢 政府非常鼓励 面临这种问题的民众 可以让失能或失智长者 利用白天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送到日间照顾中心是相当好的选择 不但可以受到妥善的照顾 还有共同的同学一起学习互动 扩大社交圈 延缓老化和退化 更可以让照顾的家人可以安心放心 同时获得适当的喘息和休息 张者们就跟上学一样 早上时间到了 可以搭乘和日照中心 预约的服务专车来上课 下午放学下课时间 载油中心的造福人员或是家人 陪伴下楼搭乘专车回家 和亲爱的家人相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长辈在日间照护中心 可以像上学一样 维持社交生活 延迟退化 政府也特别针对长照 有补助以及减免扣除税额 一块了解 基隆市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形态 如何兼顾上班日常生活 又可以照顾失能或失智长 长辈不担心呢 基隆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表示 选择日间照顾中心 可以让长辈像上小学一样 正常上下课交往新同学 维持社交生活延缓退化 也不会在白天一直睡觉 反而晚上睡不好 家人自然可以更轻松方便地照顾 傍晚回家以后 他就跟家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互动 他可能会跟你分享 他今天在日照中心做了哪一些成品 或者说他跟他哪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相对的白天有事情做的时候 他晚上睡就会睡得比较好 当长辈晚上睡得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家属的照顾的负荷就一定会变得比较轻 家属也能够有一个好好的睡眠 最重要的是政府也针对失能或失智的长辈长照 依照失能等级的不同给予补助 民众平均一个月只要负担5000元到1万元左右的照顾经费就可以 负担上相对减轻很多 那日间照顾中心 他整个月下来的费用里面 他会有政府的一些补助 去减轻大家的负担 那扣掉政府补助之后呢 我们民众其实他自费的金额只需要5000到1万块钱 其实他负担相对是很轻的 但是又可以解决白天 没有人照顾家里长辈的这件事情 所以日间照顾其实是家里很好的一个选择 除了政府补助照顾经费之外 每年也可以享有12万元税额的减免扣除 那其实从去年开始 在报税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 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部分 那你去使用的日间照顾服务的话 在你每年的报税 这个长辈的名字下面 他就会自动会扣列一个所谓的 特别扣除额12万的部分 所以他这也是另外一种减轻大家 对于使用日间照顾上面的负担 经济负担的部分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指出 民众对于长照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拨打1966长照专线来询问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疑虑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4K智慧机上河 数千步强档一句随你挑 电视轻松看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纤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2千4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在脸书 拥有27万人粉丝的 常乐国小沈老师沈亚琪 最近发现这经营5年的粉丝专业 突然被骇客入侵了 由于他平常都会利用粉专 来帮弱势组取募款 一夕之间脸书被盗用 管理者也被剔除 他担心会被有心人士 拿去做违法的事情 因此赶紧报案 希望脸书能够赶快找回来 就是不断的放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影片 看到苦心经营5年的粉丝专业 一夕之间被盗走 也踢掉管理员资格 网红沈老师沈亚琪 看了觉得心疼又不舍 沈老师沈亚琪 长期在网路发表 关心偏乡儿童及弱势团体 最终粉丝人数高达27万人 因为经常帮弱势募款 让他在粉专的支持度相当高 发现粉丝专业被盗走 第一时间也向警察局第四分局报案 而科技队也介入调查 目前侦办的进度 我们昨晚已经立即帮被害人 取回相关的账号密码 跟回路部分的权限 因为这个骇客入侵的位置 那个IP属于境外 那目前我们还在持续追查中 先前因为接业配 被人检举到教育部 事后沈老师也把收入 全捐给多所学校 而粉丝也纷纷上网 请小偷快把粉丝专业 还给沈老师 不过因为脸书只任管理员 因此要找回 恐怕是凶多吉少 沈老师已经开设新的粉专 希望继续帮弱势发声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为了鼓励媒体制作 优质的儿少节目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议 主办国人自治儿童 及少年优质节目 五星奖活动 今天要带你来看的是 荣获五星推荐 由公共电视台制播的 台湾特有种 从今以后 我要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了 虽然很害怕 但我要带着妈妈 交给我的智慧 勇敢地走下去 由公共电视台 制播的台湾特有种 荣获台湾媒体观察 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少节目 努力能被观众肯定 让节目制作团队相当感动 因为额少节目 一直都属于边缘 然后一直 努力是很少被看到的 所以有没关会 能够愿意在 二十年来做这件事 非常的感动 感言就是 很感谢 评审的肯定 尤其我们的额少评审奖 我们有入围 那我觉得 因为一直做节目 一直不知道观众在哪里 然后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 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感谢所有 一路上支持这个节目的团队 顾问 然后主持人 还有参与这个节目的小朋友们 台湾特有种的初心 是希望做一个 很清静轻松的生态节目 让大家能够知道 然后也希望 其实背后的精神 更是希望能够鼓励 在升学主义下的年轻人 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 能够坚持下去做自己 优质五星额少节目 制作内容精致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支持优质的额少节目 没关也感谢中家数位 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支持这项 优质额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一起从额少视角 来关注额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110年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 免费健康检查 即日起开始受理报名 共计有24项的检查项目 市值约7000元 名额有限 额满为止 请驾驶朋友尽早报名 110年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 免费健检开放报名 共计24个检查项目 市值约7000元 健检项目以结合职业驾驶 可节省重复检验 所需的时间与费用 那我们的报名名额是1523位 那如果报名额满的话 就提前结束 那我们今年的检查项目 有继24大项 那我们受检医院 总共有五家医院 过去109年参加的名额 是1294位 那108年参加的比较踊跃 是1436位 由于司机每天长时间 坐在驾驶座上 根据109年的检查报告显示 大部分常有腰椎异常 脂肪肝 心血管等方面问题 透过免费健检服务 就能及早发现身体警讯 那如果驾驶朋友 这边要做职业驾照审验的话 因为需要付体检证明 那参加我们这个健检报名的部分 他的报名的 健检的结果 也可以拿去做换照的部分使用 驾驶朋友他是60岁以下 那职业驾照是三年要换一次 那60岁以上是每年要审验一次 对那他去检查的费用大概是 60岁以下大概是150 200 那60岁以上每年要做这个部分 大概是550到600 凡涉及台北市想要参加免费健检的驾驶朋友 可持身份证证本 有效职业驾照及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 到台北市各计程车服务站 计程车工会等地点则已报名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